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贝佐斯 他在7月初的时候呢 卸任了亚马逊的CEO一职 然后就把他打造的这个光辉帝国呢 留给了他的新继承人 或者是你说烂摊子也有可能啦 但是他把地球上的事情摆平之后呢 他把他打造的这个光辉帝国呢 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他不不不马上就踏上了他的太空旅程 因为他就说他要在7月20号的时候 搭上他自家Blue Origin的火箭 然后登上太空 所以你看他本来在地球上的这个竞争世界 你看似已经结束了 不 这些非常追求自尊心跟成就感的人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他马上把他的战场转移到了太空 太空上你以为就是他的养老生活了吗 太空事业的竞争对手可是更多呢 像他这样想法的富豪 比如你看就有马斯克 然后还有维珍集团 这几个有钱男人呢 在太空上面真的是真的不亦乐乎 因为贝佐斯说20号他要上太空 而这个维珍集团的CEO呢就说 我要找他几天上太空 唉 真的是 而且呢 你以为他们这些有钱人的竞争场域 只在太空吗 或者是 只在地球上的商业世界吗 不 他们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是什么 其实是他们的私生活 没错 你想想看 世界富豪排行榜 现在第一第二的 马斯克跟贝佐斯嘛 他们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的 这两个人的花边新闻就已经有够多了 你看像贝佐斯就爆料出来 他跟小三那个非常闲诗的短信内容 一个潜伏不思女主播 然后超级波辣的身材 就是满足了大家对小三的一切幻想的那种感觉 马斯克更是不用说了 他一生中到现在 所有交往过的对象 所有老婆 都是美女等级 不是女演员 就是女歌手 不然就是笑话 然后他自己的八卦程度 的狗血程度 更是不用说 他一生中目前啊 三次婚姻嘛 然后第二次跟第三次 居然是同一个女演员 分了合 合了分 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 读他们的八卦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自己在读那种网路小说 网路文学 霸道总裁爱上我 真的是源自于生活啊 而我前阵子 才讲过的那个比尔盖茨 也是一样啊 他看起来是个好好先生 结果离婚后还不是一样爆料出来说 他多那么喜欢那种 泳池趴 然后淫乱趴 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 我就不仅在想 到底是男人的本性如此 还是说 有钱了之后 这些金钱欲望 然后各种各样的女人贴上来 会造就她们变成这样呢 到底是有钱在先 还是有这样的欲望本性在先呢 我就觉得 这个在谁看来 都是不应该的事啊 而且很恶心欸 你看看贝佐斯的信息里面是怎么写的 什么 I love you alive girl 那什么 Do you want to know 我多么想要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用我的全身去感受你 我想要吸入你 我想要吻你 我这瞬间想起了中国的王思聪欸 这种恶心的话都讲得出来 是不是越有钱的男人 就越恶心了 到底是成功的男性特别爱搞女人 还是那些特别爱搞女人的男性 容易成功呢 还真有一项调查回答了这件事情 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美国记者 他就找了500多名的成功美国企业家富豪 然后做了一项研究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思考至富 而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 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发现 性 罗曼史与爱 居然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而作者在书里面又直接写到 性欲望 是人类欲望中最强的一个 如果妥善运用的话 是会使人成功的 所以他这样子讲的话 是不是回答我们的问题呢 原来是那些性欲特别强 本身就特别爱搞女人的男人 容易成功 而中国又有另外一项数据 中国的家庭喔 性生活频率和收入水平 居然是完全正相关的 所以你这个可以两个面向解读 一个是 有钱人就特别爱啪啪啪 或者是特别爱啪啪啪的人 就特别容易有钱 到底是哪一项呢 但无论如何呢 的确在非常多的领域里面 思想家都会说 性欲是人类欲望中最强大 而且具有创造性的那一个 比如说像蜀本华有名的哲学家 他自己就讲过啊 他说性是人类意志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他肯定了人类意志本身 而像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这一派 他们就认为非常多的艺术作品 创作都是以性欲为基础的 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瓦西列夫 也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 他研究这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 他发现这些人的特征 不只是意志力坚强 好胜 然后自尊心强 更多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性本能都是很强的 听到这边你是不是觉得 哇太好了 我就是一个性欲旺盛的男子汉啊 那我是不是代表我以后就成功了呢 呃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这是有条件的 你性欲旺盛OK 那你有第一个条件了 但是你要懂得把这个性欲 转换成对你的生活 对社会有意义的那种欲望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Coldplay的主唱呢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人家问说你当年是为什么玩摇滚 他就说 啊 我都没有女人要啊 女人都不爱我 所以我想要当个摇滚巨星 这样子女人就爱我了吧 这样子我就可以睡他们了吧 所以你看人家最后成功了嘛 最后成名了 是因为不是他马上就是睡了一堆女人 找一堆女人 是他把这种性欲转化成 他想继续努力 然后呢继续发展自己的一个动力 他成功后呢 他当然就如愿以偿啊 其实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的聊哉字役里面 也有一篇讲到了 诶他就是讲说有一个狐狸精 然后呢他找上了一个男人 天天跟他睡觉嘛 然后就是做一些男女该做的事 然后这个男人当然就很开心很爱他 然后享受在这种肉体的愉悦中 然后有一天呢 这狐狸精就说 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我们总不能永远这样吧 那你要怎么养得起我 我们要怎么过生活呢 请你去好好读书 然后等你有一个事业之后 我再来找你 然后这个狐狸精呢 就把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形象 一个镜子放在他面前 只要他没有在读书的时候 他就哭给他看 然后呢只要他有好好读书的时候 他就给他可爱的样子 结果呢 这个男人 他还的确在这样的性欲激励下 就考上了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呢得到了社会名位 然后这时候这个狐狸精又回到他身边 过得幸福美满或者是肉欲的生活 但是你听到没有 这几个故事告诉你的是说 你要懂得把这个欲望转换了 而这些有钱人这些富豪 他们应该恰恰刚好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也的确证明 他们本身欲望信誉就是强的 所以啊 你为什么没成功 两个原因嘛 一 你的信誉没他们强 然后二 你就算很强 那你没有懂得转换 转移注意力 然后把它放到更好的地方 话说回来 像是贝佐斯本人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因为他自己就提出一个叫做工作生活循环论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对于工作还有生活 我们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平衡 就是50%工作 50%生活 然后我们把它切好 然后放在天平上面 这样子秤一秤 他完全否认这个观点 他认为工作跟生活是一个循环 就是好的生活 好的家庭关系 和谐的夫妻关系 就能够造就 他在工作上面更加努力 更有自信心 然后获得更多的成就 而反过来呢 他在工作上面 在事业上面 获得的成就 又会让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更美满 其实这个放到具体的性上面来讲的话 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男人 他在工作 如果事业有成 他得到这种自信心和成就感 那他回到家里面 他的性生活 难道不应该是更和谐吗 这也符合我们前面讲的数据吗 为什么收入高的家庭 他们的性生活频率会越高呢 而性生活频率高了 像贝佐斯这样子 那他 在回到工作的时候 他又充满了动力 所以对他来讲 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才是关键 而我们刚刚讲到性欲 这样说的好像一副 你要是性欲不够强 你就永远不可能成功一样 这样好像也不对啊 因为你说到性欲 如果你放到男女的框架里面 那男性的性欲 总归是比女性的性欲 力道来的强啊 那这么说起来 只有男性能够成功到这种地步吗 女性因为缺乏了这么强硬的性欲 就没有办法在事业上 在社会上 在人类文明上 做出强大的贡献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啊 有另外一个面向来解释 实际上呢 这些富豪 他们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性欲跟工作事业 这种良性循环以外 他们为什么会 怎么爱高女人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实际上 我们的性别 我说你是个男人 你说我是个女人 这个男人女人 的这个磁性 其实已经 不只是在讲你的生理性别了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是男性观众 应该都非常有感吧 就是有人要骂你的时候 就骂你说 你是不是男人啊 你想一下 他跟你这么讲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要问你说 你是不是生理上的男人吗 他是要你把你的裤子 脱下来给他看吗 你突然给他看完了 他这个问题的本质也不会改变啊 所以他这个说 你是不是男人 这个男人 他问的就不是你的生理性别 他问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 你有没有 那个社会性的男人 就你有没有成为社会所期待的男人 而不是你生理上是不是男人 所以你看性别就出现了两个层面 一个是你的性器官嘛 你男的或女的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社会上认为的男人 和社会上认为的男人 所以社会上认为的男人是什么呢 我骂你 你是不是男人 那意思就是说 你很窝囊 或者是 你都没赚钱养家 或者是 你哭得像个女人一样 这种感觉 我这个时候就会骂你说 你是不是男人嘛 你不再符合一般人 对于男人的那种期待 所以这种期待呢 其实也加深了 这些富豪 这些有钱人士 他们在有钱之后 更要彰显那种 男性特质的这种欲望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目前 嗯 一般来讲 对于男性 我们觉得男性特征是什么 好的一面 那就是 要有事业 然后要有钱 要养女人 然后 坏的一面 你也可以反过来讲 就我们好像会对他们更通融一点 觉得 男人 搞女人 好像比女人搞男人天经地义一点 这就是这种概念的一体两面性嘛 所以放到这些富豪的情况上来讲就是 首先 一他们已经符合了世俗标准的第一个 事业有成 男人事业有成 那么符合这个标准之后 他们还要去哪里继续彰显 他们的男性特征呢 那就是 就搞女人 征服女人啊 对不对 然后你甚至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讲 他们已经 就是社会地位这么高 然后你已经觉得他是一个英文讲叫做Alpha Man 就是男人中的男人 男人中的男人就应该像他一样 事业有成 创业成功 亿万富豪 好他已经是最强的男人的这个等级咯 那他要怎么稳定住这个最强男人的特征呢 一样 征服女人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面向来讲 你也可以说 男人和女性一样 我们都受这种框架所捆绑 而且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但是麻烦的问题又是 的确又有生理上的不同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欲望问题 欲望的确会加深你的这种创造力 你在社会上面更想要抓住些什么 更想要往上爬的这种动力 但同时你往上爬 你接受的这些标准 又是社会所负于男性的 所以我认为这些富豪 这些有钱男人 或是男人有钱后 会干这些事情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就是信誉的确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 然后呢 事业又反过来加强他们的信誉 然后第二点又是 他们已经这么成功了 他们要继续彰显男性特质 这是 这个是他们自己也都不会知道的事情 你们自己也都不会知道的事情 但是社会上 在社会里长大的我们 就是会潜移默化的觉得 这应该是个男人该做的事 是不是男人 是不是男人 我是男人 我有十个女朋友 我特别有钱 这种感觉 那我现在要来回答一个特别艰难的问题 我亲爱的哥哥呢 在另外一个频道 在他自己的频道里面 就说要给我下个暂贴 要给我问一个问题 说 人类的欲望是有限的 还是无限的呢 那 相对于物质 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 出个这么难的题目给我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刚好呢 上一集之后 有一个评论很有趣 他就跟我说 我上一集 关于普世价值的那个观点 他说 这个太唯心主义了 这个完全就是 非辩证性思考 非马克思主义的人 才会这么想的 然后我有回复他 但是我今天想说 好 刚好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就用辩证为物论的角度 来回答 人的欲望是有限的 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 刚好也给大家一个思考方向 你说 人的欲望 大家第一反应 应该都是无限的吧 像我刚刚跟我们的摄影师讲 他就说 当然是无限的啊 这无限体现在哪里 很简单嘛 首先我们跟动物不一样 我们不是吃饱的睡 睡饱的吃 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想要更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像 性欲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 因为其实除了人以外 很少动物是有性快感的 他们会有性欲 但他们的性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他们非发情期的时候 或是他们不需要在传宗接代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有那个欲望 但人类不是啊 人类是追求那个过程本身的快感 所以永远都会有这个欲望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那当然人还有很多其他欲望啊 爱美的欲望啊 虚荣心啊什么 这些你没有办法去具体解释为什么的 就是已经脱离我们肉身本身的欲望 是很多的 所以人的欲望 以这个面向来讲 就是无限的 因为你已经脱离物质的欲望 那你当然就是一直加上去 一直加上去各种各样的幻想都有可能有啊 但是呢同时 如果我们以辩证的角度来讲的话 人的需求也是有限的 怎么讲呢 我刚才解释给我们的摄影师听 为什么人的需求会是有限的 你刚才说是无限的 有限的在于 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有的欲望 其实也是受物质所捆绑 受你接触到的东西所捆绑 受你的视野所捆绑 比如说最简单来讲 你现在想要的东西 跟你十年后想要的东西 会是一样的吗 一个资产一万块的人想要的东西 跟一个资产千万亿的人想要的东西 跟贝佐斯想要的东西 会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啊 你当然可以总结下来说 抽象下来说 都是性欲 都是肉欲 但是不一样啊 你本来前面说 我就想要有一台车 想要有一台跑车 我想要每天吃高级料理 好这是欲望啊 你可以无限这样加上去 但是当你真的变成亿万富翁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 这是什么烂欲望啊 这欲望超无聊的 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我要天天开新APP 或者是 甚至我都讲不出来的东西 就是凭求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你没有接触到那些 你就根本想象不到 那些东西也可以成为你的欲望 所以这一方面来讲 需求人的欲望 又是具有有限性的 那所以你就说 那到底有限还无限 这就叫做辩证唯物论啊 这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说 到底一个人 他的需求 他的贪婪 跟他的追求 他的欲望 这些东西你要怎么去界定 因为我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回到我们本来说的这些富豪们 他们 这些搞女人这些事情 你觉得就一定是贪婪的体现吗 那贪婪是不是一定就是负面的呢 或者是他就是一定是正面的呢 都不是啊 因为你乍一看觉得 真的不应该 道德沦丧 一次开一个十个女人在的泳池趴 这怎么可能应该 但你要想的是 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欲望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 他们就是有这种欲望 所以他们成功了 而他们的成功又代表什么 他们建立了这样庞大的商业帝国 然后许多人因此就业 然后是不是又推动了 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是不是有这样正面的意义呢 但是你放到他们围观的时候 你又觉得 哦这个不应该 所以贪婪你不能完全的否定它 人的需求你也不能完全的否定它 你一定要让人有需求的可能 你要允许他们这种需求的无限性 能够继续想 就是我能够继续想 就是即使我现在 我这边已经有杯酒了 我还要继续想 我觉得哦 我想要更好喝的酒 更好喝的酒 更多更多的酒 各种各样花样的酒 更美丽的酒杯 就是这种欲望 说白了贪婪欲望 这种东西推进了人类的进步啊 不是吗 但是你当然 又倒回来 你又可以说 这个东西是该被限制的 所以辩证为无论的方法 放在你们眼前 你们会怎么去判定 这些富豪 他们的私生活 跟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生活 对市场或是对经济 或是对国家的贡献 综合判断 你们觉得他们是贪婪的体现吗 还是说他们体现的是 人类需求对社会的推动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又要在下面 吵成一招说太难了 太难了 下次就简单一点 我们下次再见哦